好,我們來製作全向投影的影片 在製作全向投影的影片之前 我們要準備幾個東西 第一個底圖 這個圖是讓使用者對準的圖 再來一個是 你可能要對位的四個角色的圖 如果沒有這四個位置 那你就要準備四段影片 那這是特效的 影片的 這是 特效影片 這是另外一個特效影片 看你要用哪一個 影片準備好 然後這是背景音樂 這是背景音樂 那這是我的原始的圖 那怎麼做呢 我們通常是使用inscape 匯入 把哪一個圖匯入 把這一個 圖匯入 那 inscape的時候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圖檔大小 在檔案屬性裡面 注意是1920x1080 因為我們現在的影片格式 我們希望把它做到1920x1080大小 所以這個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接下來你要把四個 四個 四個位置擺上主角 所以 一樣我們假設在匯入 假設這 這段影片 是一樣 這是一個角色 你放到 適當的位置 放好之後就不動 Ctrl D再置 然後旋轉 物件 旋轉 這樣就可以 做出 右邊這個 Ctrl D 物件 旋轉 那我們再過來 這樣依序處理 我們就可以擁有 這張 主要角色的地圖 最後你把這個 拿掉 然後 檔案匯出 如果你要變成黑色的圖 那你也可以 在文件屬性這裡 在 背景 這邊 把它改0 這樣就是一張純黑的背景圖 檔案匯出 匯出頁面 整頁 1920x1080 匯出成什麼檔 匯出我現在是放在影片裡面 假設變成 OK的 我把它匯出成這個 那在我們的檔案裡面 這邊就會多一張 OK的backfront 這張圖 它是一個透明的 那沒關係 我們後面在影片處理的時候可以處理 那在影片處理裡面 好 這個時候inscape就沒有用了 這個檔你要不要存就 沒關係 好就簡單存就好了 以後方便以後用 那在caddenlive裡面我們就把這些 檔案匯進來 使用 這邊的新增素材 把這些素材匯在哪裡 這個是 特效影片 這個是背景音樂 這個是底圖 然後 這個是我們要的圖 這個是我 簡單做的文字說明 那我們做的方式 我們要有 四個影片軌 加上一個背景音樂軌 那使用的是附疊特效 附疊軌的效果 所以第一個我們把 底圖拉下來 拉到最 最下面這邊 方便使用者 知道說 這個時候 他要把他的 那個 角椎體的 透明的角椎體放在中間 所以我們加上一個字幕說明 請你 再固定把它放在中間 看你需要 多長 那我們給他長一點的時間 那接下來是我們要處理 影片 這個時候 我們四個角色固定好 然後再把特效影片 放上來 做特效 那我 這邊點一下 使用紡織就可以了 用溶解就可以了 那你就看一下他會這樣子 那這個太大不對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效果叫什麼 按右鍵 新增效果 裡面的 我們要的是 旋轉和傾斜 這個 那我們上面這一個呢 試過了 你只要是30 30的大小就好了 那放到 我們要的 像我們這是上的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 融解的特效裡面 我們建議給他到底圖 直接下到底圖 好那這是上的 我們就移上來 再來一個 下的 一樣做法 相同的方式 很快速的 把它 做一下 一樣 按右鍵 新增 我們需要的是 旋轉和傾斜 大小一樣設 30 那 旋轉注意這裡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下的 上下 所以我們移到下這裡 但是他的 位置呢不對 應該要顛倒過來 所以我們用的是什麼 Y軸旋轉 你要用S軸慢慢轉也可以 這個轉法不一樣 那總之你把它 旋轉過來就好了 那我 我用Y軸旋轉 他是這樣翻過來 感覺上有鏡面特效 翻到 我要的位置 這樣子是我要的 他剛好 翻了180度 做完這是上 這是下 相同的方式 左右 一樣 左 融解 到底圖 新增特效 使用 旋轉和傾斜 大小 一樣是30 這可以重複做這些 做到後面 你都很清楚了 然後這個假設我是右邊的 我就放到右邊來 然後記得 你的要旋轉 所以旋轉是什麼 這個 他會旋 轉到你要的位 狀況 這個對了 假設到這裡對 記得十字中間點 對準我們的角色 這是右的 然後再來左的 再拉進來 影片 影片 融解 到底圖 然後這裡一樣做 新增特效 旋轉 傾斜 我要做的是 一樣是30 所以這動作是重複的 移到 左邊 然後一樣是旋轉 這時候我要的是 往這邊轉 轉到你覺得對 好 假設這樣就對了 那我們播影片的時候就可以從 從這邊開始 檢視看一下播的對不對 對不對 這邊就看到四個圖 然後四個角色出來 然後有很多愛心在 好這樣子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多餘的部分 如果你要加強就複製 重複這個特效或者你有其他特效 一直往後接 再不然你可以用剪刀把它剪掉 然後背景音樂 一樣配進來 背景音樂配進來就可以輸出 成 我們要的 MP4 H264 那你可以選這個是快速的 這是 高品質的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 然後 輸出成成品 那輸出在哪裡 一般是加目錄下的 CADENLIFE底下 那可以自己給他選一個 好今天做的 01好了 加一個01 然後這個 按直接按 輸出為成品 那等一下 他就做完了 那我們就完成 3D選項 的影片剪輯 可以 可以 對 回到 來這邊 我 我們讓你 枪 一個